汉武大帝中最顶级的名媛非刘灵莫属 大汉就没有他说服不了的男人 老致舅舅填坟 少致外甥汉武帝用过都说好 好评率高达99% 但即使是大汉第一申请 也会被日久申请 当他看到卧病在床的填坟 刘灵破房了 我才走了两个月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很明显 刘灵没有关注老旁探剧 要不然他怎么会不知道 填坟这是得了心病 他通宵彻咒的担心 武帝会下罩住他酒族 他总不会连你这个舅舅都不认了吧 他娘的呼热 我担心皇上已经知道那件事了 什么事 贪污一完那都不是事 填坟唯一担心的是 曾经私下和淮南王的造反之心被泄露 填坟告诉刘灵 如今的武帝是政治军事一手抓 只为出兵干匈奴 为此武帝已经将屠刀高高举起 他的下一步就是加强魏清家族的权势 以此达到扳倒他填坟和皇后陈阿娇的目的 而我填坟一旦落马 那么所有共同谋反的人都将满门抄斩 这将来的天下不是你们姓刘的 也不是姓天的 更不是姓王的 而就只是皇上刺起的 既然是这样 那倒有个一劳有义的办法 什么办法 除掉 这怎么能办得到 明元自有明元法 暗杀计划要顺利执行 首先要做的便是选定执行人 在刘灵的情人中 武艺最好的当属郭姐 为了说动郭姐 刘灵专门准备了一套POA的流程 首先第一步挑拨 刘灵对着郭姐直言 你死定了 虽然你遵照圣旨 已经在茂林安定下来 但是武帝并没有打算放过你 原因是郭姐的徒弟 借着他的由头 在外疯狂杀人作案 前丞相让人为你去说情 说你本人并不知此事 只是你的徒弟所为 但是你可知道 公孙红那个老东西 是怎么跟皇上说的 他说如果郭姐不知情 那就更说明 这郭姐非灭九族不可了 这是什么混账道理啊 原来郭姐的徒弟所杀之人 都是郭姐原来的仇人 他们可以不等郭姐的命令 就去杀人 这说明郭姐早已是适夺官府 权过无冕之王的黑恶之手 虽然是故意挑拨 但刘灵所言非虚 在真实历史上 郭姐是整个西汉初年 最大的黑恶势力 早年杀人如马歹毒狠辣 到了中年以后 成功洗白上岸 成了立哲公侯 全押州府的一方豪侠 死后甚至能被太史司马迁 进入史记游侠列传 他的能量之大可见一般 这样一个不受约束的隐形炸弹 哪个皇帝能饶得了他 斩草还要出根啊 那就让他来 算我还没看错人 这还是句英雄汉子的话 等等 把话说清楚再走 PUA郭姐的第二步 勾起她的好奇心 让她主动询问来意 只要她上钩 便可施展最后一环 那就是美人计 有人就会疑惑 假如郭姐不按套路出牌 根本不搭话怎么办 那咱们可以直接跳过 前面两个步骤 直接施展美人计 前面花里胡哨的 根本不重要 哥哥 不许你说这样的窝难话 郭大哥 你知道本公主这一生 真正敬过 佩服过 真正真心 喜欢过的男人 就只有你一个 这时候我不来找你 又找谁呢 一记怀中暴昧杀 一切竟在不言中 在软硬坚尸下 郭姐答应 将亲自出马刺杀汉武帝 行动地点就选在 皇后陈阿娇29岁的生日宴上 东宫内 王太后和长公主两位亲家 自从老太太死后 就没坐下来聊过天 直到如今田坟落马 王志也彻底领略了 儿子的铁蟹手腕 再也不敢直接地干涉朝政 心有不甘的她开始抱团 主动找到早就失事的长公主 准备为皇后陈阿娇 举办一场生日宴会 提醒天下人 陈阿娇才是正统皇后 借此造就舆论的压力 使得武帝不得轻易废除皇后 当下人来邀请武帝 出席宴会的时候 武帝根本不以为意 如今的他早已不是当年 要看人脸色的傀儡 皇后的这种事情 他懒得搭理 臣不觉就是29岁生日 又不是二十三十的逢十大寿 这生日有什么可过的 前不招村后不招地 你回去告诉他 不必张了 毕旁喝茶的魏卿不答应了 武帝若是不去 以皇后的脾气 恐怕整个后宫都将不得安宁 他姐位子夫可刚刚又怀上龙肿 看过不少宫斗剧的魏卿知道 把女人给逼急了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在魏卿的提醒下 武帝这才同意出席宴会 另外一边 阿娇是死活不同意过生日 他深知这生日宴会 就是长公主 让他在公众面前露脸 好让大家都知道 武帝还是宠着他们一家 傲娇可是陈阿娇的代名词 让他低三下四 绝不可能阿娇放下狠话 那也瘦不瘦 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呀 我早看透了 你们谁愿意去 谁去 反正我不去 就是抬我呀 我也不去 但还好 编剧为了让郭姐和陈阿娇一家杀青 特意安排了刘灵来开导安慰 没意外 三言两语就说动了阿娇 为了衔接剧情 中间还为阿娇引荐一个人 此人名叫楚福 会赋予 可通灵 能看穿人的前世今生与来世 简直就是个大呼应 刘灵啊 这事你怎么没先跟我说呢 还真有这种人呢 千真万确啊 我不信 哪有这么深的神人啊 要不这样 哪天我把他接来 让你们也 见识见识 好啊好啊 这里插个冷知识 在野史中有记载 语污着男子 衣冠金泽 于后请居 相爱若夫妇 意思是尘阿娇 让楚服穿着男人的衣服 楚服与皇后 一同起居 女儿难迎 二人像夫妇一样相爱 也使谨宫于乐 生日宴会这天 郭杰也用了自己黑暗的手段 偷偷潜入皇宫 只待五弟就位 就立刻出手 在所有人就位之后 五弟才带着身怀六甲的 魏子夫姗姗来迟 当着众人的面 刻意表现出 对魏子夫的百般宠爱 其用意就是要扶持魏卿一家上尉 以新外妻压制王太后 等就外妻的势力 当王志和长公主看到此景 突然觉得小丑竟然是自己 本来是为了给阿娇造势的宴会 结果给魏子夫截胡了 阿娇作为宴会主角 自然是压咒出场 没想到五弟没给他面子 皇后爱来不来 直接下令开席 不等皇后了 赵月开始 鼓乐声响起 美人羡舞 五弟色眼迷离 郭姐叙事待发 姗姗来迟的阿娇 眼看着面子又没了 一旦冲撞皇上 就开始阴阳怪气魏子夫 他提出让魏子夫 为他生日献唱一曲 以此侮辱魏子夫 以前歌迹的身份 五弟没犹豫 起身拉着子夫就要走 陛下 你等等 陛下 难道在这么多人面前 陛下一点都不给臣妾面子 我不让你走 你给这面子了吗 司客 侠路相逢勇者胜 失手的郭姐被吓破了胆 被赶来护驾的魏卿 一箭钉沙 这个宴会是太后王志祖的局 人也是王志善作主张广妖而来 这一切的一切 让五弟不得不怀疑上自己的母亲 我照大家来 原是要给皇后捧捧场 这些日子你也是太冷落他了 我和你岳母都怕你把他给废了 李姓魏的那个女人 理由也算是合情合理 再说怎么也是亲生母亲 自己一死 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可以基本排除 接着往下分析 当初太后为郭姐求情 到底是谁在背后发的礼 还不是你那个舅舅 那就是了 难道你怀疑这件事 跟田坟有关系 这太可怕了 毕竟是多年共患难的姐弟 王志当即为田坟求情 让五弟放他一马 毕竟他是从小看你长大的亲舅舅 以后你再也不要干预 朝中的一切事情 从今以后 让他永远不要再商朝 朕也永远不想再见他 喜欢视频的观众 关注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